宁静 54岁 放偶 粮食部门退休 工资3600元 和姐姐同住 冷冻吗 没有 刚进入 我说看 我感觉好冻快的 没有 不冷静 从冻去冰凉 我家是27号了 我搁这拐过去 拐过去 这也是我的家人 这也是 家人挺大 上边走 直接上边 原来这宁大姐和刘大哥 住的是同一个小区 看来呀 这俩人真是有缘分啊 哎呀 哥 你好 小鹿熟的挺不错 就自己熟着的 熟着干净 那也是在人 别人 人赶紧到屋子就赶紧 先 你别忙我了 这是 姐姐 就要吃了水果 然后给你介绍一下吧 好 这是刘晓冬 不管叫刘哥 然后那个 哥 姐 叫宁静 不用看了 就看他裤子 写完 一放就知道是人 眼神就赶紧 这个眼神 还挺好的 没有想象那么 是不是那么大傻的 瞅眼眼还行 看来呀 这俩人对彼此印象都还不错 刘大哥家里收拾的干净 这在宁大姐之下 加了不少的印象分 它是哪个东西 我家是一起的 平方就学一样的 那是我 我下去就是我带过去的 这多近呢 是不是 嗯 七八分钟走到了 你看我天早上走 那我带过去的 那下面 原来这宁大姐和刘大哥 虽然都在一个小区 但两个人之前啊 从没见过面 有着这样缘分的两个人 能擦出怎样的火花呢 您好 我在火野处上 火野处啊 你今年多大事 我今年五十起手兔 手兔的哈 你火野处干什么工作呀 开手 开手啊 你那个一月工资多少钱 四千六千百块钱 要是退呢 退一千五年 也能退三千五年吧 姐也是今天敢休息啊 姐昨天上班的 上班的 我上一天歇一天 在竹来竹 竹来竹 就是那个龙鸡花园 正大门对面就是 那是上一天的还是 上一天 上一天 早晨十点半到晚上十一点半 早晨几点 十点半 中午十点半去 嗯 八月啊 八月十一点半下班 干啥呀 我是打手卫生 就是 包房谁走的 就把这大内子给扑一下 这工资不高吗 一千八 都是一千八 原本可以过过悠闲的日子 但是大姐觉得 就算退休了 也应该干点啥 她说呀 工资多少不重要 重要的是要有点事干 那个那你那什么呢 你是离婚的 对对对 还有联系吗 没联系 电话都没有谁 谁联系谁呀 对对对 离婚多少年了 十多年了 那你是男孩女孩啊 男孩啊 嗯 结婚了呗 没有她长追仪去 多大还没结婚呢 二十二了 那还那么小呢 嗯 那个两个嘛 那个大的给你归他妈了 都是男孩啊 对 人还行 但是有一点没想到 老是没结婚 有点负担才重点 我的条件就是这样 儿子 儿媳妇 管现在得去照顾 马上要生孩子了 年底生孩子 这几天我也得去照顾 嗯 那是正常 这刘大哥的儿子没结婚 让宁大姐心里啊 多了一些顾虑 自己要去照顾 快要生孩子的儿媳妇 刘大哥的儿子啊 年纪还小 宁大姐认为啊 以后生活 也是有着不小的负担呀